而刚结束G20峰会的印度行程 美国总统拜登就率团访问越南 并宣布两国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外界认为这半年来 拜登对印度、菲律宾、日本 还有韩国等印太国家 极尽拉拢之能事 显然是要稳固印太地区 打压中国大陆 但是拜登仍然坚称 没有要在印太地区围堵中国 这次访问越南 还有多名的美国高科技业主管随行 也被认为美国是要在 稀土跟晶片生产两个方面 加强跟越南的合作 分散对台湾晶片过度依赖的风险 一长排黑头车上插着美国国旗 空军一号专机降落的地点是越南河内 越战后第五位 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拜登 9月10日抵达越南 越战伤痛对美越双方官方而言 可以翻篇白一边了 越南军乐队演奏美国国歌欢迎 拜登带来国务卿布林肯与美国商界高层30多人 把美越的经济与战略合作推到53年来的最高峰 越共至今仍是一党执政与越战前没有差别 但拜登一行人与现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会谈后 北越双方关系瞬间大不同 越南目前只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及南韩建立这种最高外交层级关系 但这五国各自成团彼此利益冲突 尽管夹在中间平衡不易 越南仍把握此刻地缘政治紧张的契机 希望吸引美资 靠着转印拜登图案T-shirt搭上这波热潮专一笔 越南中年人这一代 儿时的美国是血海深仇敌国 如今爱恨翻转 美国成了越南第二大贸易伙伴 包括Google和Intel等多家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高层与拜登同行 其中Intel已投资越南15亿美元 在南越有晶片封装与测试场 并计划加码投资与扩产 拜登此行也希望在稀土和半导体等方面 加强与越南的合作 重组半导体供应链 以免台海有势增加风险 中国虽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却也在南海上互不友善 中国海警船从2014年起 就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 宣称主权并态度强硬 对越南渔民更毫不留情 殴打 没收工具 洗劫鱼货 到2022年至8年间 在这块水域 近百艘越南渔船遭中国海警摧毁 越南有了美国这个新靠山抗衡中国 但表面上拜登仍坚称 没有要在印太地区打压或围堵中国 拜登并且表示 是注意到了中国最近的种种危机 拜登也都评论中方目前的经济状况 说现时中国受青年失业率高企 和地产等问题困扰 正处于危机 认为中方不会好像以往那样 有能力攻打台湾 不过就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中 也细数拜登近半年来 多想拉拢中国印太邻国的行动 包括在白宫高调接待来访的 菲律宾和印度元首 8月中还在大卫营与日韩两国元首会面 会后联合重申台海和平稳定 对国际社会的安全繁荣不可或缺 但中国战狼秀肌肉的强势态度 也是印太岛链国家愿意 与美国强化结盟的推力 尽管拜登在印太地区的外交有所斩获 却被质疑无视越南 因打压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恶劣记录 违背美国原则与价值观 中国防疫政策失当 让外资生产线出走越南 尽管越南基础建设与国家政策 仍有相当多问题 但目前好机会尚未过去 如今又得到拜登亲访 美国力挺 周旋在各大国间得利 越南经济能趁机转型 或是涌景昙花一现 有待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